按钮这边有啦 那还有一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你想说 老师那这个地方 做完的结果到底他城市放哪里怎么这么厉害 自己帮我们产生 那所以最后如果假设你要看到你的城市放哪里的话 很简单你直接点句棋 然后呢 刚刚我们执行是按执行 可是如果你要看里面到底城市 的内容的话 你可以按一下编辑 OK所以 如果你假设呢 希望看到里面的城市长什么样子的话 那你就按下编辑 他就会帮你把那个 帮你写出来的城市 秀出来给你看 其实就是VBA 其实按编辑 OK 不过他有一个bug就是他会闪退 按编辑 其实他闪退 那怎么办 没关系你再按一下Visual Basic 实际上 就会在Visual Basic里面看到这个城市 那我是建议第1步你可以把这个里面的城市把它放大一下 OK 那第2步的话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浮动在上面 为什么因为你浮动在上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后面你Sale的状态 然后你做 后续的城市撰写 当然将来你如果要写城市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浮动在上面 那再来的话 把这个可以往下拉一下 这个可以上下拉 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字太小 那怎么办 工具的选项 有一个叫撰写风格的地方 预示是9号字太小 我是建议 最好可以把它改到14号字左右 按确定 然后这边的话 就会是里面的城市 那你说老师哇这个感觉好像天书 跟各位讲 其实你慢慢的应该都可以看懂 第1个的话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巨棋录制 它到底帮你把城市放哪里 有没有看到 第1步它一定是放在模组 所以你录制巨棋的话第1个 它会帮你产生一个模组 叫Module E 第2个的话它城市就放在这边 有两个 这个叫刮湖自算巨棋 那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叫Sub 名称也叫刮湖自算巨棋 然后有头 头在这里 这个叫头 开头的地方 那尾巴在哪里 尾巴叫End Sub 所以呢 它的开头 它的结尾 里面的话就是 你刚刚 录制下来的城市 底下一样 有没有一个Sub 叫清除巨棋 有没有名称跟这个一模一样 这个 那头在这里 尾巴一样有个End Sub 所以你可以把它往下看 现在这边应该会有一个End Sub 好 那第1个 所以你应该知道 将来的城市架构 一定是 把城市放在模组里面 增加两个Sub OK 两个Sub 再来的话你可以看到 它城市到底在做什么事 其实你可以分析一下 以后看到单引号就是注解 先把这个注解上面这个拿掉好了 因为这个有点多余 其实 看起来没什么太大的帮助 那再来的话呢 你可以回想一下 到底我们录制的时候呢 我做哪些事情 还记得吧 我们录制那个聚集 瓜葫山聚集的时候 其实做了三个动作 第1个动作是什么呢 所以我 这上面加注解 注解记得单引号开头 然后第1个步骤 还记得吧 我们是不是把游标先放在B2 所以 你这边就可以打一个游标 类似像这样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在BBA城市里面 就是写这样 有没有 储存格 B2就写Range B2 那放进去的动作叫典类似 所以这个就写第1个程式 第2个程式的话呢 你底下可以换行 然后记得注解一样 单引号开头 第2个我们做什么 好像游标放资料编析列打勾 其实这个动作是输入公式 所以我们就是 输入公式 然后呢 底下就是输入公式啦 所以他输入公式叫FORMIT R1 C1 然后后面其实就是一串公式 那第3个的话呢 其实就是向下填满 所以向下填满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 叫AUTOFILL 有没有 就是 向下填满 我们打一个 向 填满 公式 没有切到 向 下 好像 好那你可以看到 本来你原来应该看不懂 这个VBA程式 瞬间感觉好像你看懂了 对不对 其实你不是看懂程式 你是看懂上面的注解 OK所以加上注解的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让你知道说每一行道在做什么 那有的时候你说老师这个程式有些我看不太懂 其实你可以看关键字 SLECT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吧 其实应该是 就是把游标放圈那个叫SLECT啦 就是选取的意思啦 所以 点它一下就是SLECT 那FORMULA就是把公式放进去 所以这个等号是把这个公式 放到 目前的储存隔离 即使的就是B2啦 把公式放进去 然后向下填满 到哪边 有没有 那你会发现 好像多一个动作 其实跟各位讲 最后这一行 有点多余啦 所以其实你说 老师那这个好像多猪牢会删掉 真的是可以 如果你删掉没关系 OK 那清除一样 清除还记得吧 所以清除这个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 第一个动作一样 游标放在B2嘛 所以我们拿上面来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还记得吧 好像第二个动作是什么 Ctrl 有没有 加SHIFT SHIFT 加上什么向下 有没有 Ctrl、SHIFT向下 然后再按Delete 所以第三个 是 按 Delete 那这个按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 加注解了 有没有发现 本来看不太懂的程式 瞬间感觉变得比较亲切了 对 实际上 程式 本来就 不是说那么困难的东西 只是说你看你怎么写 你可以写得很友善 好那最后我们把它执行看看 所以这个 执行的话除了可以按按钮之外 你也可以在VBA里面执行 这边按一下执行就可以 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清除 他就被执行了 那如果你游标放这个 SARP跟NASARP中间的话 他就执行这个 所以执行的方式 也可以直接在VBA里面执行 OK 这样的话呢就完 所以 最后请各位 把 这个完成的 结果 我再把重点 跟各位说 一你先切到这边 然后按一下编辑 比如说要编辑它 它会跳到VBA 如果它闪退的话 假设它退掉了 没关系你再按一下VBA 它又跳出来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你就找到 你刚刚 这边录制的SARP上面呢 请你加上这个注解 那至于这个注解要打什么 不一定要跟我打一模一样 因为这是给你自己看的 所以你打 长一点 短一点都没关系啦 尽量写的详细 就是 以你看得懂的 内容为原则 OK 你自己要打什么 不一定要跟我一样 不要 跟我打一模一样 尽量不一样都没关系 像之前有同学 快要打一篇文章了 OK 可不可以啊 你写个自己看的 自己看得懂为原则 好那这样的话 你就完成今天的练习作业了 就大概到这边 应该没问题吧 然后一样我有把影片录下来 所以如果你假设作业做不出来 请你回去自己再看影片 好了 我觉得有些同学蛮认真的 我影片 忘了上传 他还会提醒我 老师你影片还没上传 OK我就把他赶快上传 你先看一看 作业可以做得出来 最后还有一个地方很重要 做错了 这个东西就不见了 记得存档的时候 不要直接存档 他会跳这个 因为我们刚刚有写 巨棋跟VBA 所以记得你千万不要按一下 存档的时候按4 如果按4的话 他会问你说 要不要存成无巨棋的 如果按4的话 那就GG了 为什么 因为 他就会帮你把巨棋 通通删掉了 就不见了 所以一定要按否 特别重要不要按4 任意的同学按4 然后交的罪里面 没有任何东西 通通不见了 那怎么办 救不回来了 完蛋了 重做吧 所以记得不要选4 要按否 否的话 那怎么存 所以你可以 存档的时候 你可以另存新档 另存 然后浏览一下 记得存档格式 千万注意 不要存成原来的 Excel 活业部 记得选择 下面这个 叫做Excel 启用聚集的 活业部 一定要是这一个 不然你 存的 成事 通通消失 而且 救不回来 重点是救不回来 因为之前有同学 做错了 然后跑来问我 我说没办法 我也没办法 因为我也 神仙都救不了 OK 所以就 重做吧 OK 记得 存档类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今天的作业呢 基本上就是把 函数跟聚集完成 就OK了 好